好,就把你的Mirror Cast的後面這個地方 就直接把它送電 那送電它就會開機 送電就會開機 然後 然後 好,它找到了它自己就會開機,那開完機它會等待連接 那等待連接呢你的 你的手機或平板只要有Mirror Cast的功能 現在新的手機應該大陸就有 那你就一樣切換到我剛剛講那個Play 2的地方,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開始做那個,它就會找到一個裝置,那這個裝置就是它 你只要按選它,然後它就會開始做連接 然後那邊就會顯示說 顯示有抓到那個IP 那正常的情況呢,抓完IP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把畫面投出去 那如果像這樣,應該 但是我昨天是它一直斷線 現在又正常了 所以有時候到底 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所以現在它就是按照這個畫面去投了 所以 而且這個是很順 那這種東西Mirror Cast它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它必須在大概6公尺 如果6公尺 如果你發現你 會連不上 或是連上去沒有聲音 那就是聚開 就要緊 聲音從來 單槍的 就是 它本來HDMI都是含聲音的 所以你這邊 就是它有接進去,它就會從這邊聲音出來 那如果你的單槍是沒有聲音的 那你就是 它應該會有一個Audio Out 就把它推到他去 就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是 現在就可以跟 在家裡一樣操作 你要看電影什麼 其實就 所以你就是這樣可以直接操作 好那 那 我把它關掉 好,各位老師自己試一下 好,那這邊還有一支 這邊有兩支 這兩支其實都是一樣的 然後 對 各位老師可以自己試一下 那你的手機如果有那個 那個Play 2或者是Mirror Cast那個選項 可以直接抓抓看 好,把它接上去送電 在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的那個 舊版的會寫Mirror Cast 就是在你設定那個 這個通常是 手機內建平板內建 在設定裡面 設定,所以你設定裡面有這個選項 如果沒有那個就沒辦法 要有這個啊 我的意思說 手機裡面只會付 就沒有 就沒有 Play 2或者是Mirror Cast 所以你買手機的時候要看一下它有沒有出現Mirror Cast 因為這是一個蠻 應該是蠻 通用的一個 現在的一個標誌 它是在設定無線的 螢幕像這樣做 它設定無線的下面會有一個更多 更多內容 因為各廠台的那個內容 它放的不大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要找那個位置 就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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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